有一位大使 他自己说 他自己暗示他可能是个大使 把车呢停在小区门口 人家说你这个车怎么这样停呢 怎么听到这个出入口这里呢 他就这个挺 挺嚣张挺跋扈 我们看一下啊 懂什么叫外交货免权吗 哎哥们 使馆车就能随便 大家注意啊 这个一个镜头啊 懂什么叫外交货免权吗 这里有一个镜头 这个车牌号呢完全就暴露出来了 车牌号是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是吧 我报给大家啊 车牌号多少 再放大点 32300710 黑牌照 32300710 他们后来把这个车给挖出来了 哎哥们 使馆车就能随便停是吧 有你这么停车的吗 停不了车 使馆车就可以随便停车 他还让我 这个告诉他怎么停车 你们不知道怎么停车吗 我告诉你怎么停 这不是属于学队吗 对 我在小街门口 悄悄话 告诉司机先走 结果这个司机是个秃头大哥 牵着个狗走了 就是你十五万的车 你也不能停在路上打上车的道 这个是北京博主 叫书客变贝塔 发的视频 这个女子开着使馆 拍照的车 在路上 堵着路 人家说你这个随便停车 怎么行啊 小区出口 你停在这里出 我还进不去 他说我是外交车 我懂什么叫外交后面前吗 最后骂人 你这是什么喜欢啊 这个男的 因着大狗先撤 哎呀 混蛋 你先拍我 我告诉你 报官 中山车打个老车 不让我走 然后他就拿着手机拍我 等电话你等着吧 我还真告诉你啊 懂什么叫使馆车吗 懂吗 懂什么叫外交货面权吗 这网友们真的很神奇 是吧 然后这个 你把车堵在路上 你还叫嚣 你是个使馆的车 谁的车你堵路也不合适啊 有人就找出来 说哎 你看这两个人像不像 说了 连那个嘴巴这里 长的这个屋子都 位置就是一样 就是这个人 你说厉害不厉害他们 而且他们已经把他的车都给找到 说大妈姓鱼啊 鱼大妈 你停车的位置我们都找到 大家注意这个标识上面啊 这个叫做亚太合作组织的一个标识 你这个车被我们找到了 32300710 你太上事了呀 使大妈呀 网友这是侦探呢 缓停 鱼大妈 哦不是 噱大妈 找到你的车了 找到组织了 这个logo都拍出来了 因为在比对他这个图 相片的时候啊 比对出了这个相片 这个是谁 这个是在这里了 在这里 他是谁呢 这是哪里呢 叫做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秘书长于提 连谁啊 连这个 这个资深媒体人 凯雷 都报道这事了 看来坐实了已经 凯雷是这么说的 这个大妈一是口嗨 外交货们全用错的地方 仔细看了图一 有人说 交通违规不能赫免太抽象了 如果正在执行公务 或者紧急行驶中 但这个大妈的八张图 完全相反 和真正尾停的司机 说悄悄话 让司机先走 验相视频中还有一只狗 极有可能是公车私用 大妈这么做 可能是被骂后 自己意识到错了 所以假冒司机坐上了驾驶位 至于什么外交贺民权 绝对是狸猫换太子 换走了司机 他认为他要使用外交贺民权 所以那个牵着狗的男人 让他先走开 如果不是公车私用 在后车下人指责时 就不用悄悄支走司机 这是为什么呢 不用想 等坐上驾驶位 突然就来了底气 开始拖大喷人 哪怕说公安局有人 哪怕说我这不是伪装 都不新鲜 主要是来了一个万年不遇的 外资贺免权的借口 他说他是外资 人咬狗不是新闻 狗咬人多了也不是新闻 但突然来了一个飞禽咬人 什么叫飞禽呢 这是棘手 不是处理起来棘手 真实的情况可能车 真没得停几分钟 如果停了三个小时 那简洁明快 依法依规鲜明处理 估计日常多见的 模糊正式的场景 结果来这么一个拖大的口嗨 估计司机喷完后 直接开车走了 也没有后续违规的剧情 这还真是给北京交警 出了一道题 堵半天一定会依法重罚 如果是堵了三分钟 骂完就跑 这怎么罚 不处罚 又怎么说明依据 依据可以说清楚 这个外交赫免权 又怎么说明 难道是通报中科普一下 这样是挠头 我觉得凯雷这个文章 写的也是有点要口 不太顺 但纯属为了搞笑 好 凯雷也报了 说这个人就是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秘书长 余某某 还余某某干啥 你们都已经都给 你们都已经给 你们都给报了吗 好 看这个这个搞大了 这回搞搞笑了 不是搞大了 我觉得是搞笑了 搞出这个段子来了 这回 你这家伙们真能搜我 什么资料都要他们可以搜出来 这个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秘书长 这个成员国呢 这位朋友说呢 包括中国 孟加拉 伊朗 蒙古 巴基斯坦 秘鲁 泰国 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 每个成员国都致力于通过这一平台 加强与其他成员国合作 共同推进本地区乃至全球的空间科技水平 以应用能力 下面说 这几个成员国除了中国人还可以上上上去上一下 其他的人别说上太空了 上抗都费劲 怎么跟他们折腾一块有啥意思 组织挺靠谱的 人怎么这么个素质给国家抹黑 怎么你这样子的大胆 跟我们余秘这样说话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嚣张 就是官贵民健 官贵民轻 就是这个 养生的习惯 不装了而已 就是潇洒了有一点 有一点 胡锡进说的那个话 你总是记不住 胡锡进说 要隐藏着点实力吗 怎么会这样 于其 这个是2017年的报道 中国空间技术能力进入了世界先进行业 6月13日 2017年第六届 WGDC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开幕 你看人家主持开幕式的 中国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 副司长于其为大会开幕致辞 不只是什么秘书啊 这还有个司长的一个位置 我天 领导很大的官司长啊 这是 这个 土耳其大使会见 前来拜访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秘书长于其女士 和副秘书长什么什么博士 你看 要不人家说滚 人家和大使谈笑风声 也可不让你滚 你一个是草民 完了 就这么多料 就可挺有意思了 他这张图啊 刚才这个哥们啊 这个 他们跑那拍照去了 你们知道吧 你说这家伙 太 你们太闲得没事了 结果他们把这个人扒出来 是谁以后呢 他跑到那大门口那去拍照去 还刚好就拍到这部车 你说这个巧不巧吗 你这个也太松垮了 就是老胡 要不骂你们 你看 根据地图 到了这个地方 一看车还在这里 大北京 什么玩意儿啊 这都是 这都是哪个哪儿 这都是烂七八糟 还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大家可以去找啊 事件够 滚蛋 呵呵